OK,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刚的部分 如果已经写出来了 所以刚刚那一段程式码 我要把它放在那个 就是云端白板上面的第33页 那这一段程式码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用这个 这个In3的函数 然后去查 这个资料在哪 哪一个范围之内有没有 如果有存在的话 它就告诉你说 它的位置在第几个字 所以它回传会是一个数字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是0 那0的话其实在逻辑判断里面 其实就等同于False False就没有 所以如果说假如说这个东西 找完之后的结果 假如是没有的话 那因为逻辑是False False就不会执行这个 底下的叙述 所以它会换下一个 下一个意思是再找下一个 有没有 如果还是False 那就换下一个 如果找到了 OK 有区 比如说像厦门街这个只有区 刚好区在第六个 所以它会把第六个字的结果 先存在A里面这个变数 OK 其他也是一样 一样就找路街 厦门街 路应该是没有 那有街 街的话就把 可能应该第九个字吧 所以B里面等于9 所以再串到这边来 应该就OK了 不过可能这个公司里面一样会跟之前一样会有一些出现的错误 就是假如里面可能也没有零也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三个其中的或者没有这三个那也会有bug 就是里面可能你将来在切割资料会有bug的问题 那可能你就要再做其他的处理 那假如说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做完了 那如果我要把它这个刚刚的程式做个修改的话 之前我们是autofill 就是先输入公式 就是在插入栏 前面我们有写过插入栏部分的话 那我们实际上可以把这两行 就是说路街道 把这两行本来是输出公式 公式这么一长串 然后autofill向下填满 那可以把这两行 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它 注解掉 那再来其实就是可以把 就是不要做这个动作 而是做哪个动作 我要去执行什么 执行刚刚写的这个sub 那这个sub名称的话叫做路街道 所以我这边其实可以改成叫call 意思就是说 我去呼叫那个什么呢 执行刚刚的路街道 就把这个路街道的sub 把它执行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 就不是用输出公式 而是输出我们要的一个结果 就是帮我把这个邻里区路街道 分别找找看 找完之后的话 直接就输出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假如说我执行这个的结果的话 那最大的差别 就是你看到的 那就不会是公式 而是这个最后的结果 OK 所以我这边可以run一下 但我们将来是希望说 你们最后做个整整合好了 这个整合的结果就类似像这边 总共有五个按钮 我们来看一下五个按钮分别是什么 按下这一个 OK 它一样是先去下载资料 下载完之后呢 帮我插入三个栏位 一个 两个 三个 因为我刚刚改了插入栏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 那这边就是 得到的就不会是一串公式 而会是那个 最后的那个 结果 OK 那另外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我想要把那个 Laps这个 这个粘的部分 也改成 就是不要输出这个公式 而要类似像这样子的话 那怎么做 一样嘛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部分 也要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再增加一个Sub 也许那个Sub名称 也许叫做就是年好了 然后呢 一样的方式 跑个回圈 把原来公式改成输出结果 最后一样就是不要丢公式 就是向下填满 就直接call那个Sub 这样也是可以达到 我们要的 这个预期的 就是减少那个档案大小的这个问题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OK 那另外当然 刚刚同学提到 就是说如果你要用 不要公式 当然你也可以用选择性贴上只有值 这个当然你也可以去试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至于哪一种方式 还是比较简便 那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那最后的话呢 因为之前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产生枢纽分析表 然后并且 再绘制一个图 所以我们其实有绘制的三个图 第一个图的话 就是历年的切到折线图 那前面我们是利用那个录制聚集 录制那个枢纽分析表 先产生枢纽分析表 然后再产生枢纽分析图 OK 所以其实把两个 凑在一起 变成一个一个sub 就两个sub 变一个sub OK 这个可以把它执行 所以第二个按钮是按下它 自动帮我把枢纽分析表做出来 然后也把枢纽分析图 绘制出来 OK 把它二合为一 OK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按钮的话 所以我们先把资料下载 然后就是产生枢纽分析表 产生枢纽分析图 那第二个按钮的话 就是各区的比例图 比如说我希望可以把中山区到大同区的结果 帮我显示出来 然后呢并且在利用这个枢纽分析图 绘制一个枢纽分析表 绘制一个枢纽分析图 那这个把它录制成一个聚集 也是分两段 OK 然后最后的话当然就是 录接到 根据这个 把这个录接到里面呢 最后的结果一样只留下前十名 然后绘制直条图 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这边有把那个前十名的道路列出来 然后也把图给绘制出来 那这样很方便的 我们就可以去观察 这个资料 本来原始资料 的一个你想分析的结果 那因为我们分 我们主要产生了三个栏位 所以产生三个栏位 主要是为了后面去布局 产生三个这个枢纽分析表 和三个枢纽分析图 OK 那最后的话呢 其实还可以怎么样 就是再把这些删除掉 所以我最后 我为了要让它 比较有一个功能性完整 所以后来我又写了一个删除 那个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的 其他的那个工作表 OK 就把它删掉 那就恢复了 OK 这个部分可能要请各位 自己在上面复习一下 前面我们有讲过 这个的话 有没有 实际上是先录制这个聚集 再录制这个聚集 但是要做修改 至于修改的重点 其实我们前面有讲过 所以我把那个 这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再复习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大概录的过程 我有把录好的程式码 把它贴到云端上面 所以 这个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23页的地方 OK 所以我们刚刚有三 总共有 我先把这个删掉 留下这个吧 这个按钮的话 其实里面基本上 就是爬虫 这个爬虫的话 其实就是这一段 就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爬虫 改那个路径 跟改那个编码方式 那再来的话就插入栏 那我用call插入栏 不过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可以把这两个sub 把它分别插入到一个组程式里面 也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啦 只是看你怎么写 你比较顺 OK 所以我们刚刚就是 这个的话就是 先把资料下载 然后插入总共有 123个栏位 OK 其中的话当然我有顺便要讲到 有一个是栏宽的部分 因为如果你插入栏宽的时候 假设你今天插入这个G栏 因为他这个Excel里面插入栏 他有一个 他的一个规则是说 你插入栏 他会去 他这个插入栏 按右键插入栏的时候 他的栏宽 会跟前一个栏宽 前面一栏的栏宽一样 所以如果前面发现地点比较宽的话 你插入的时候 你会发现栏宽这么宽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以前如果用人工的方式 变成你要自己把它调回来 比如说调回来到这边 大概宽度是10左右 大概是10左右 那我们如果要把它变成VBA的程式的话 其实就是这一行 比如说我插入一栏之后 那个栏叫G栏 它的栏宽等于10 所以你等于Column width 加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它的栏宽就帮我调整了 那顺便再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栏会变动的时候 你将来要做按钮 记得还有一点 你如果遇到那个按钮 奇怪你一执行之后 它跑到右边去 因为你插入栏 它会自己移到右边的话 那你可能要看一下你这个按钮的某个设定 按右键 控制向的格式 里面摘要资讯的部分 有没有把它从那个大小位置随储存而改变 改成不要改变 这个如果你没改的话 所以未来 如果假设你按下按钮 奇怪 怎么它按钮都通通跑到右边去的话 那表示说你这个地方有遗漏 所以你把它稍微改一下就OK了 所以按确定 那它就不会跟着改动了 所以你按下去 你怎么按 它都不会跟储存格一起跟着改变 所以下载完之后 然后插入三个栏位吧 那三个栏位有了之后呢 再产生那个历年的这个折线图 那就是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那这两段程式码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的第23页的地方 那有哪些重点 基本上就是第一 你们可以看那个黄色区域的部分 就是我们加的 其实里面这个也是啦 所以这个黄色区域 我刚才把它mark一下 第一个的话 其实我是加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录完聚集之后 加这一行 那这一行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把那个工作表名称改一下而已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地方 把那个它的哪个就是你 你数据分析表要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那把前面的那个工作表名称拿掉 因为那工作表名称每一次都变动 你插第一次那工作表1 下一次工作表2 所以会发生错误 另外的话呢 底下有很多程式 其实我是把它砍掉的 那至于砍到哪里 其实基本上就砍到这个啦 大概你们看一下 有一个add data fill 维持 那其他上面都不需要 因为其他的上面的程式 我后来发现都是预设值 预设值不需要啦 没有也没关系 因为它本来就预设值了 你加的值等于是有点多余 所以你们可以稍微比对一下 那这个就是数据分析表 底下的话就是数据分析图 所以我分析图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 你如果知道那个图的那个形态 那其他我们后来是自己加什么 那个图要放在哪一个位置 特别之后位置部分的话 一般在那个excel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图的左上角的位置 所以你只要跟他讲 左上角的位置在哪里 他就帮你把它放在那个坐标里面 那宽多宽 宽的话我是按照一个储存格的10倍 等于10个储存格的宽度 跟10个储存格的列高 所以做出来就类似像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的结果 当然如果你觉得太宽或太高的话 那没关系你可以增减 比如说你觉得老师那20个太多了 我们大概18个可以 可以啊你把它乘以18就可以了 那蓝宽如果你觉得10个太多8个可以 可以啊你把它改成8 那可以把它做个调整 那另外当然各区的比例图 还有就是那个 入阶道的前10名的部分 其实大体上也是一样的做法 OK 所以请各位呢 就是自己再把这三个图 分别让他产生一下 那一样啦 我有把那个就是 这个枢纽分析表 刚刚区的部分 我是加个底线区 就是各区的那个比例图 这个是表 那底下的话这个是 图 图的部分 所以我干脆把它搬个位置好了 这个是 这个的话是折线图 那这个的话是 圆形图 OK 圆形图部分 然后 再来的话就是 入阶道 入阶道的就是 直条图 一个 然后这边的话 也是 这个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新增 这个应该是 直条图 OK 好 那最后的话 我当然把两个二为一啦 所以我把它 再增加一个 sub 名称就是 例年切到折线图 然后就分别call 先产生 枢纽分析表 再产生枢纽分析图 所以这一个 最后的话 对应到的就是这个按钮 对应到 就这个按钮 OK 按下他 他就帮我做出来了 按下他 就做这一个 最后当然 我如果要删掉 假设来 因为我要重新 这个 产生的时候 变成如果手动来删 很麻烦 所以最后我又增加一个 就是删除 资料 资料指的是这个 工作表名称 所以你如果 工作名称不叫资料 那你就改一下 或者是说 你这边名称改一下 以外的 应该是工作表 OK 这边是有打错 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工作表 OK 所以除了 资料以外的工作表 OK 等一下把它 云端上面名称 应该也有 也需要改 那我就怎么样 写一个回圈 OK 基本上就是 知道总共有几个 然后分别把它删掉 那就完成这部分 所以请各位先 试试看好了 这个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部分 OK 那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